商丘盛产面粉 大部分都用来做了麻花 所以那里的麻花可是一绝 不过我们一般吃的都是人工做出来的麻花 这机器做出来的麻花你吃过吗 河南商丘有个叫周星邦的小伙子 他看做麻花的工人每天坐在案板前 要搓上万根的麻花 非常的辛苦 所以他就搞了一台麻花机 希望可以减轻一下他们的负担 他这个麻花机制作油炸是一体的 采用液压的方式把面给压出来 再利用螺旋头拧好麻花 之后通过传送带送到油锅里进行油炸 炸好了再传出来非常的方便 做出来的麻花是颜色金黄味道酥脆 口感和人工做的麻花也是不相上下 机械这些东西的话 好多时候这个原理是相通的 如果你要把它里面的那细节稍微改变一下 那就可能成为另外一个新机器 他这个麻花机一台可以顶13个人工作 效率非常的高 好多麻花加工厂的老板都用这个机器 都说很不错 如果呀对这个机器感兴趣的朋友啊 可以找他聊一聊 这个发明人很不错呀 圆炮老师和发明人团队给他点个赞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评论区下方请留言 谢谢大家 给予讨讨讨讨讨讨论